今天过来修一个美波的一批半空调 用户觉得空调的智能效果不好 让人过来加过服 但是加过服以后智能效果还是不好 所以有些用户智能效果一不好就以为缺服了 现在接上压力表示三个亚 三个亚按正常情况下是缺服 正常应该打到五个亚 但是他这个情况比较特殊 空调的促管整个结霜了 现在促管的霜一慢慢化了 一会化一会结霜 促管一结霜的话 压力肯定会下降的 还是温度过低了 什么情况呢 是内积冷气吹不出来呀 回流到促管的脚筏了 导致促管结霜 霜化了以后压力 一下回到四个压 压力又回升了 这个空调用户说每年早日加服 并不是缺服呀 肯定系统有问题 或者是内积风扇有问题 钻速钻不起来 刚才我试了一下内积的风速偏低 一会儿给它调到最高峰 如果还不行的话 那就是风机点容有问题了 现在来到空调的室内机 过滤网特别脏了 风吹不出来 让我给刷了一下 刷完以后 风量比以前大了很多 过滤网和风轮上都有很多灰 整个风轮的叶片全部被灰护住了 这样风轮旋转的时候就吹不出风了 现在风轮让我用牙刷给它刷洗干净了 风量明显比以前最少大了一倍 制冷效果瞬间也就提升了起来 在这里我就纳闷了 上一个加福的朋友 能不能免费给用户清洗一下室内机呢 收了个加福钱 其实不缺福 给送个内机清洗也行啊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